猎人瞄准雪地上的陆群 猎杀后就地在车 突然狼叫声响彻太空 猎人惊恐地环顾四周 雪地上出现一串带血的爪印 两头狼疯狂地撕咬猎物 汪汪队拉着雪橇迅速冲了过去 老朋友都知道斯坦出场了 骑着雪地摩托的小伙 是他儿子乔伊 他身上流淌着阿萨巴斯卡人的血 打猎专家一枚 他们已在此待了三天 寻找北美驯鹿一无所获 严寒的天气 让陆群更加深入荒野 他们决定去山的另一边 暴风雨快来了 要去趁早 等一等 斯坦发现雪地里有些脚印 狗子的脚受伤了 看看这伤口 伤得不轻啊 老斯坦心疼坏了 迅速包扎好再套上靴子 勉勉强强出发了 来查理家里 看一看 他的冰柜又空了 只剩下最后一块肉 他也急着去狩猎了驯鹿 但他是村里的万事通 每次狩猎之前 总要先处理好各种事物 这部自来水场又出了问题 自来水场来自育空和饮水 水场内有燃烧的木柴 给水管加热 保证整个系统不会结冰 但低至零下60度的气温 让水场出问题了 在这个村子这可是一个大问题 断水断电分分钟的事情 正所谓祸不单行 此时村里又出现了野狼 他随时可能撕碎一个人 查理立马带上儿子鲍伯 来追踪狼的足迹 雪地上有一大串脚印 查理叮嘱鲍伯要小心 鲍伯脸上却是莫名的自信 查理表示一定要射杀纳头狼 此时斯坦和乔伊已经深入荒野 距离雷山还有一段距离 暴风雪就要来临了 为他们祈祷吧 危险出现了 他们来到了托奇河 斯坦表示这很危险 河道中央水流强劲 冰层随时会瓦解 父子两人为谁掀过河的问题 争论了起来 最后还是傅爱营了 他削尖一根木棍准备掀探路 用力戳冰层 查看是否有足够的厚度 伴随着冰裂的声音 斯坦掉了下去 斯坦马上爬了起来 有惊无险 但那个方向看来是不能走了 探路完毕 斯坦决定带着狗冲过去 不 是狗带着他冲过去 看着身后的大洞 斯坦直夸狗狗好棒 随后 乔一的雪地活泼车也跟了过去 父子俩克服了第一个难题 好了 下面进入下一关 科尼特正在切鱼喂狗 他可是养狗大户 在镇子的另一头的木棚 挂满了喂狗用的鱼杆 他带着女儿来取鱼 却发现鱼棚遭了小偷 散落的鱼杆让他非常不安 他的老公在外地游田工作 长年不回家 所以遇事还得找隔壁老王 他跟查理说明了情况 指着柱子上的抓痕给查理看 转身又看见了狼的脚印 授猎目标 查理承诺一定会杀了狼 他先在鱼棚周围设下陷阱 用纸巾包住弹簧片 然后用血盖住隐藏 再将海离箱涂抹在柱子上 作为诱饵 不只好陷阱查理离开了 斯坦和乔一来到了雷山脚下 憋了一天的暴风雪 终于在他们头顶上炸开了 风夹着雪也看不清楚了 父子俩一无所获 授猎是不可能了 先生活取暖再说 自来水厂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警报器不断闪烁 供水系统即将完全冻结 查理疯狂地向火炉里丢木柴 但木柴以所剩无几 这让他很抓狂 第二天一早 他向詹姆斯求助 詹姆斯表示 看我的吧 带上狗子出发 横渡欲空河 去翻出他三四年前的存货 储财场的积雪近一米深 一人挤狗在雪地里刨着 一头一脸的雪 冬天的树被冻住了 要砍倒可不容易 还好詹姆斯三年前 就把树弄干了 他对着儿子比划着 讲述如何操作之后 迅速开工了 詹姆斯负责巨树 图朗西斯负责飞 但风很大 树往哪边倒可说不准 树倒方向与他预想的 差了180度 这可给他吓得不轻 还好人没事 他开始迅速地处理木柴 日木之时 斯坦和乔一无功而返 拉开冰箱 比查理家好不到哪去 也是寥寥无几几块肉 没有时间休息 他接到了关于北美驯路的线报 决定驱车1500公里赶过去 但在出发之前 他要先去玉空河给家里打满水 冰的厚度将近20米 他钻了很久很久 为了打水用了一下午时间 此时查理和鲍勃也在做 出发狩猎的准备 父子俩背上猎枪出发了 斯坦和乔一也拿好了猎枪 神同步 两队父子一起出发了 狩猎小分队发现了路的脚印 这意味着路群很大 四人脸上笑容逐渐变态 但高兴不过三秒 足迹朝两个方向去了 他们被迫分成两队出发 先看看斯坦和乔一 父子俩端着枪在雪地里艰难前行 他们发现了路群 乔一示意斯坦要保持安静 父子俩敲声靠近 趴在雪地里瞄准路群准备开枪 再来看看查理父子 他们跟着足迹追踪 也找到了路群 选好位置开始瞄准 查理让鲍勃先上 鲍勃单膝跪地 上躺 瞄准 查理在一边喋喋不休 正要开枪 路移动了 重新瞄准 此时鲍勃很紧张 因为第一枪至关重要 没打中的话路群就会跑开 怕什么来什么 一声枪响果然没打中 迅速上弹再捕一枪 很好打中 查理也不慌不忙开枪了 果然是老司机 父子俩握握手互吹了几句 斯坦和乔一一个趴着一个蹲着 都瞄准好准备开枪 数了个12345同时开枪 斯坦有些眼花 以为没打中有些失落 但乔一告诉他 有两头鹿倒下了 乔一感谢这头鹿为他奉献了身体 斯坦开始磨刀准备就地宰割 他比划着给儿子演示如何切割 父子俩在雪地里忙活了起来 用血来把这些肉抹干 以免血迹引来烈士动物 这时候 一声狼嚎响彻天机 乔一停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 气氛紧张了起来 另一边查理掏出了鹿的心脏 满意地拿在手里 一想好晚上拿来下酒 他把沾满血的手在雪地里抹干净 再把血填满鹿的身体 四个人满载着鹿肉会合了 开心的拥抱 彼此欣赏战利品之后 迅速撤退 他们可没有忘记那声狼嚎 本季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看请留言 我会继续更新第二季 最后我提一杯 雪地惊献斜爪硬 狗子受伤不能行 野狼再次显踪迹 人心惶惶杀心穷 四人猎路风收袭 雪地狼嚎又唏嘘 古镇一季已完成 考虑二季更不更 如果你们真喜欢 留下爪印来证明 告辞